中文字幕 李宗盛 Semi的眼中 这个世界是漂亮的 但其实他里面自己是很秘要的 一个很缺乏安全感 因为自小爸爸妈妈就走了老 反而李子勇就是刚刚是年轻的时候 开始知道他那个环境 知道他的现状 由一个很普通的同事朋友 慢慢开始出于一个好心去照顾Semi 也很喜欢他的 但是那种喜欢 其实年轻版他没有表露出来 Thomas的性格好像他家里的一件老具 就是低音健碳 低音健碳永远站在那里 其实Thomas就是像这些角色 工作上 生意上 他是运筹为压 但对感情他永远都是选择错误 或者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他平时的判断很肯定 但是一去到爱情就错了 有些判断了 是呀 八九十年代有很多这些男人 他看到四集 但今天在那里吻 又是说的 死了 想抽他两个出去打呢 是呀 其实那场戏 其实是会令到观众很 很吞 很吞 他又不表露出来 他永远都不表露 如果突然说一句 不如我们拍拖 他就说 走了那又怎样 我就永远见不到他了 你知不知道你朋友有人在暗恋你 你不知道 是吧 我以为你真的说真的 我说真的 是呀 你的朋友 不是我了 你的朋友 是呀 我想我不会跌入这个陷阱 是呀 他这个历练太清醒了 你知不知道 你不会再跌入一个这样的 万劫不复的景象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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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无谓弄到自己这麽惨 是呀 是呀 开始无敌 不是呀 都抹了一半 是呀 我即是作为演员 如果他做监制呢 开心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细心 即是感觉很细腻的一个人 他自己本来是一个演员 那因为他 deliver的那个message 给那个演员 他可以用一个很 怎样说呢 直接 是很直接 你做得不好 就是我直接很舒服的方法 令到一个演员 很知道想要什么 而且他会指导演员去怎样做 所以我经常坐在一个屏幕上 做什么呢 就是看他们的电影 我每一场都会在看完剧本 知道那场的主宰是什么 其实不是说教的 是分享 去指导他们 其实我们每一个演员 进来我们《碳色桥》里面 那个演戏的空间都很大 喂 哇 你想做什么 桑银 演得很好 年轻版的几个演员都很好 其实全部都很好 最初的15分钟是很好看 很棒 帮我们铺了很结实的妆 是 带了一个很好的妆 给我们的老年版上 成年 哈哈哈 演我 演我小时候的那个陈建朗 虽然他比我还好 但是我也要赞他 他演年轻版真的 好人 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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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内心的表现做得很好 咸鲜片 又是不得了 他搞哭我 他查餐厅那场 他搞哭我几次 电话 是啊 真是罗命 你问林宝宜是吗 是是 哇 他去到那里了 哈哈 我现在都已经无敌 他去到那里了 我已经很无敌了 我觉得我自己 没有了 因为我的心态其实是影响我一切 我的心态已经在掌控我的事业 我所有的东西 就算他昨天说我 哇 你胖了很多 所以什么 我吃了一只鸡尾 你吃不到 脆 我是这样想的 你看 我到了某个时候 我就会去运动 我的运动不是因为周佳怡说我胖 而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运动 想运动 他不是运动 历练 是啊 他们叫我做God 上帝 历练 我完全不会介意 任何朋友去偷拍我 然后说我 说我什么 我都不知道要说我什么 做完随便 但我真的没有什么 真的 我觉得是不知足常狂 你给A有钱的 有很多很有钱的 你要看着你 好吧 我要拍到泰式 再赚钱 那就拍了 是不是 再给他 是 哪里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